幸福没有标准答案,快乐也不止一条途径,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,自己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。 昨天,阿祖法和康特决定要去城里给小女儿购买东西,而今天,康特起床后就开始精心打理自己,刮起了胡子,他想要以最好的状态陪伴家人出门购物,为小女儿挑选最适合的物品。 此时,小阿依达趴在地上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小妹妹的睡眼,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喜爱,小阿依达的纯真模样让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她对妹妹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。 阿祖法和康特也给女孩取了个好听的名字,叫阿什曼。 小阿什曼给他们一家增加了很多的快乐。 与此同时,阿祖法在厨房里忙碌着,清洗着昨天的餐具。 康特在医院里说,把阿祖法接回来照顾,现在确实在照顾他了。 他回来后,康特的日子真是好过多了,有人做饭给他吃,有人帮忙打扫卫生了,而他确实只用陪着孩子玩就可以了。 很多的网友也对阿祖法回家就干活表示了心疼,但他们游牧区的女人都是这样的,不用坐月子,而在他们的意识里,做家务活就是他们的工作。 阿祖法在迅速忙完家务后,便将心思放在了小阿依达身上,他温柔地为小阿依达打扮起来,仔细地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 接着,阿祖法从包里拿出了口红,轻轻地给小阿依达抹上了一个漂亮的红嘴唇,为小阿依达增添了一抹俏皮与可爱。 随后,他又在小阿依达的脸上画上了腮红,这样一翻下来,小阿依达更是俏皮与可爱了。 三个人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后,开着车出门了。 车轮滚滚向前,带着他们的憧憬与期待,驶向城市。 显然,几个人都对这次进城购物充满了期待。 进城后,他们先找了个公园。 一家人在这宁静的角落里吃起了午餐,一家人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。 在这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了,只有他们的欢声笑语在空气中回荡。 而阿祖法似乎也放下了心中的各种顾虑。 昨天,康特在跟阿祖法说想让他去看望自己的妈妈和妹妹。 然而,阿祖法果断拒绝了。 这让康特的心里很不痛快。 他的情绪如同被乌云笼罩,压抑而沉闷。 在老者妇女昨天去看望他们的时候, 康特还专门向老者提起了这件事情。 他或许是希望从老者那里得到一些支持或者建议, 以改变阿祖法的决定, 让阿祖法原谅他的妈妈和表妹。 然而,老者却是支持阿祖法不去看望康特妈妈的。 老者的态度坚定而明确, 他理解阿祖法的处境和感受。 阿祖法其实还是很理解康特的。 他理解康特作为儿子, 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和母亲的关系。 因此在康特提出了, 他并没有需要康特也不去看望, 而只是表示自己要照顾孩子不去, 让康特自己一个人去。 但他的大度和包容并没有换来康特的理解。 曾经无底线的宽容和妥协, 殊不知, 坐下离开决定的那一刻, 也是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。 在吃完午餐后, 一行人开始了购物之旅, 康特的心情也是格外的好, 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止不住。 他们来到一家百货商店, 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, 真是应有尽有。 而阿祖法和康特也可以一站式购物。 阿祖法进到店里后, 就把小阿施曼放到了店里的摇篮里, 这样他也可以认真地给小阿施曼挑选着衣服。 而康特却是给阿依达挑选起了衣服。 他认真地在一堆衣物中挑选着, 虽然在有些事情上, 康特确实做得很不到位, 让人很无语, 比如在处理家庭矛盾时, 可能会显得有些犹豫不决, 或者方法不当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 他对阿依达却是真心喜欢的。 在挑选完衣服后, 他们开始给婴儿床挑选步骤。 他们仔细地比较着, 希望能选到最适合阿施曼的那一款。 接着, 他们又购买了一些婴儿用品, 康特拿着一个睡床, 想买给阿施曼用。 他觉得这个睡床很漂亮, 而且看起来很舒适, 一定能让阿施曼睡得更好。 但阿祖法表示, 这个东西没必要买。 他认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婴儿床了, 再买一个睡床会浪费钱。 而且, 他们现在还在建造房子, 需要节省开支。 然而, 康特却是坚持要买。 他觉得阿施曼是他们的宝贝, 应该给他最好的东西。 康特今天可以说是疯狂大采购了。 在把所有的东西都购买完后, 阿祖法看着这满满当当的东西, 询问康特有这么多的钱吗? 康特表示自己只有一点, 但他会和老板谈, 先支付他一部分, 剩下的以后再支付给他。 阿祖法微微皱起眉头, 尽管他表示, 有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可以不买。 但康特依然坚持, 在他看来, 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准备的, 每一样都不可或缺。 经过一番沟通后, 老板同意他在十天之内支付剩下的欠款, 并让康特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 在回家的途中, 康特一边开着车, 一边对阿祖法说道, 阿祖法自己也应该买一些东西的。 他的语气中带着关切和爱意, 希望阿祖法也能为自己考虑一下。 然而, 阿祖法却坚定地表示他什么都不用买。 康特现在的生活压力真是越来越大了, 他不仅要支付房租, 要肩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, 还要帮阿祖法建造房子, 他或许不能一直沉浸在当下的安逸中, 而是应该想办法赚钱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